哇 靠老张梁给红包了啊 俄罗斯的年夜饭 想不想看俄罗斯年夜饭这火是怎么样啊 蟹腿的凉菜沙拉 俄罗斯每年过年的精灵菜 这是面包上边是芝士 芝士蒜香 酸黄黄炒肉 黑鱼籽红鱼籽 俄罗斯的咸菜 蘑菇 还有奶酪水果小串 那边两个热菜 这是上面一层是明太鱼 上边是奶酪 下面辣椒 辣椒最下面是土豆 就是俄罗斯的菜系了 说实话只有造型没有胃口啊 没咱们那么香 但是好看 先拜年看他家门他听说听说规矩 先给老爷打电话 马上要拜年了 俄罗斯的春节联合晚会 俄罗斯的年夜饭 马上还有20分钟敲钟12点 领导致辞 然后我们就乌拉就开整 整体就这么个节奏 各位 有空中饶 把这心愿放到杯里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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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融入咱中和传统了 还有给那 5000鲁布 给拿 时间 哈哈 哈哈 试试试试 试试试试 咱们给红包了 就些到了 按照咱们中国的传统给啊妈都发红包了 要给你给的 来 行 谢谢 这就是 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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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哈哈哈哈 你俩这点俩还和尚呢 等你了 等你了 等你和你们一起嘛 喝几年嘛 好 哈哈 老师啊 你都是秋水又弄过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都是不理他 我就是不理他 哈哈哈哈 哈哈 你来到真正日上 看见了吗 找你去到家 啊 我昨天说找你俩些过两天 真的很小子 大家 大家 哈哈 哈哈 大不了本儿啊了吧 哈哈 哈哈哈 这里给我过几年 妈你看我照片和她是今天晚上所有饭菜都按五个人做的 她俩一直脑海里认为今天就是五个人 然后餐具什么都准备了五个 然后直到坐下来发现啊 是四个人 这是有寓意的 妈你看了吗 她没有寓意的 那意思就差你这样孩了 就是妈你听见了吗 我照片 我照片 她竟然说 她想的是她找着新老公 找着老公 我认识就叫她 她想的是 我认识和我认识的 我说她想的是女儿 她想的是女儿或是儿子 哦 哈哈哈哈 我认识就说了 我说我们五个人 我认识是女儿或是嫂子 她说我认识是女儿 她说是女儿或是妈妈 哦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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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次有可能寓意着俄罗斯寓意就是 那次有孩子或者我丈母娘有孩子 他变得七个人 这个的 不许在我们的家庭会出现五个人 不论是谁 对 干嘛的 他说敬这第五个不知道是谁的人